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件衣服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国族的女族的姑娘们 可以在这个赛场上面可以拿到好成绩 首先进入一段小小的介绍 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件衣服上面的一些小小亮点 全新发布的中国对女族主客场的球衣 使用了传统的红黄配色 作为这两件球衣的主调颜色 主场球衣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图腾当中 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祥云图案 也是寓意着好运以及好的前程 而客场的球衣则使用了鲜明的亮黄色 作为球衣的主调颜色 跟过往一样 本次中国女族国家队的主客场的球衣 球员版依然是没有在市面上公开发售的 而在市面公开发售的 主要有三个版本的球衣 分别是女族国家队的主客场的女装尺码版本的球衣 以及男装尺码版本的球衣 而且还在官网上面同时发布了同装版本的球衣 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在官网上面 这一次中国女族国家队主客场的球衣 都有提供烫印字号的服务 但是这个印号的尺寸 只有统一的都是女装尺码的尺寸的 所以像我要买L码 或是买加大以上的球衣的话 这个比例上看上去 这个字号会稍微小了一点点 但大家也不需要觉得这是特殊 或者是差别对待 就在我拿到这一件英格兰的欧洲杯的主场的球衣之后 我发现印在球衣上面这个字号 同样也是小一个尺寸的 同样也是就为了女装的球衣所推出的一个版本 所以相信品牌这一方面还是统一对待的 阿凡你觉得其实在看到第一眼 今天我们都是第一眼 因为阿凡来之前这件衣服就刚好到货了 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其实实物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自己是因为两件我们都是同时拆来看的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话会更喜欢这个主场的 有祥云设计的这件球衣 因为虽然说我平时也喜欢穿一些可能纯色的球衣外出 但是有这种暗闻在上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 然后又不会显得特别花哨的话 我个人也是觉得蛮不错的 而且这个设计虽然没有那年灰凤那么的突出 或者说那么的花哨吧 但整体来说给我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提起到灰凤那一年呢 其实大家都我觉得还是印象深刻 如果大家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可能对一件认为有设计的 或者是认为合格的 认为优秀的一件球衣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把球衣设计成像灰凤那样子的 细节很突出的而且很亮眼的 然后你看到地眼之后呢 印象都会特别深刻的一件球衣 而相比之下呢 今年的这一件的女竹世界杯的 中国队女竹的全线主场球衣呢 相比之下呢会稍微的叫做低调一点 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喜欢他的暗闻就是祥云 我觉得这个祥云呢 真的是非常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寓意啊 而且大家如果有意味到呢 也是看到了在领标上面呢 有一个凤凰的一个图案 也是代表着我们的中国女竹啊 像中国男竹的话呢就是一条龙 然后呢女竹就是一条凤啊就是凤凰 有一种呢凤凰登上祥云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寓意上呢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没错很吉祥 也是一个对我们女竹姑娘的一个很好的 呃一个期待吧 或者说给给予他们的一个一个祝福 嗯对 然后呢啊大家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的 中国队的啊中国足球的一个球迷来说呢 今年女竹世界杯对于绝大部分的朋友啊 一个最好的消息 当然就是呢在官网上面呢 哎可以印女竹姑娘们的一个字号 是吧 虽然啊主场的选择会比较少啊 只有五个球员 但是还是考虑到呢可能赞助的问题啊 就是赞助球员的问题 所以呢只有这五个球员可以供给大家选择 啊阿凡你买的那一件你想印哪一个球员 呃我自己是已经下单了 呃一件王霜 呃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呃女竹世界杯的时候 因为当时没有公开 或者说没有正式去呃对发售这个印字 当时就只能DIY了一件王霜 那今年其实呃我印王霜也是想说延续去年 但如果可以重新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一件呃王珊珊的球衣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客场只有一个球员可以选 是的 是的 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哎 为什么主场会有五位的球员可以去选择 但是哎来到客场的这件衣服呢 哎只有王霜一个球员去选择呢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球迷来说会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吧 不过只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安排下面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跟阿凡一样啊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件衣服呢就是印了我们的呃十一号的老将就是啊王珊珊 因为其实他自己也是表态呢说今年的旅游世界杯呢只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年的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所以我觉得出于对这位亚洲杯冠军功臣的对王珊珊的一个致敬吧 我自己首选的还是老将的王珊珊啊 客场的这件衣服呢啊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啊 如果主场跟客场的阿凡喜欢主场的这一件女卒世界杯的球衣 但我自己会更喜欢呢啊 客场的这件女卒世界杯的球衣啊 原因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详细去说一下 然后啊这一件衣服呢选择的就只有王珊了 我觉得会是一点小小的遗憾的一个地方吧 我比较喜欢主场 细节上他就是有一个 长纹在上面是有一些呃比较吉利的寓意 譬如说球队的周边可以多出少少啦 球衣啊不要常常出埋下冰箱贴之类的东西 实用一点的衣服啊呃周边什么袋啊 平时的文化衫T恤啊都可以多出少 好另外一个提到的当然就是这两件衣服的模板啊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会跟之前的一些 Nike的球衣它的模板呢是完全已经换掉了 就不再完全是那个所谓的肚兜型的一个抹胸的那个模板是吧 阿凡你觉得新的这个模板我们用客厂这件衣服去举例吧 你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模板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模板的 因为呃这个这个这个肚兜也好 这个抹胸也好这个模板我自己确实爱不起来 爱不起来 对就是因为它整个的板型会做的很长 然后又比较宽 嗯其实穿上身之后的那个整体的舒适感 或者说整体搭配的一个感觉并不是特别好 但这一件这个新的模板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呃比那个那个抹胸的模板要稍微小一点短一点 嗯这样的话我们平时穿着的话其实会更加方便 整个剪裁的话会怎么说呢 应该说更合理的一点吧 是的这个模板呢其实大家如果有买老球衣的话呢 都知道其实这一个模板呢是致敬了02世界杯的啊 相同品牌下面他们所推出了模板 哎恰巧手上正好有两件的巴西队的这个祖克场球衣 大家可以看一下哎都是在衣领的位置呢 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一个啊图案 或者是一个标示这样子吧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哎是致敬了当年的这个模板啊 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呢首先使用这个模板呢除了我们的 中国的女族姑娘的客场这件衣服之外呢还有英格兰的啊 主场的那件衣服当然还有法国的主客场衣服呢就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都是使用的这个品牌旗下呢全新的一个模板 在新赛季据你所知有没有其他男主的俱乐部也是用这个模板呢 暂时啊还有这个我自己的组队啊巴塞罗那他的第二客场就是用了这个相同的模板 也是薄荷色的是吧 呃对但其实实物会有一点点偏蓝色偏蓝色蓝绿色湖水绿对没错啊 另外呢还有啊 利物浦的第二客场的紫色的那件衣服呢同样也是用了这个模板啊 所以如果大家跟阿凡或者是跟我一样呢都非常喜欢这个模板的朋友呢 新赛季的话呢大家可以集中火力去攻击这个模板 我觉得一个好的模板呢其实让大家在购买的欲望已经收集的 或者是收藏的欲望上面呢会有提升很多对提升了很多是吧啊那么本切内容呢就基本上到这里了 然后之后阿凡呢也会跟大家呢去更新的其他女卒世界杯的一些球衣可以先在这里预告一下啊我尽量不脱根 哈哈哈因为现在手上的这些就是自己想说的一些球衣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到手了 然后现在还在构思这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包括内容 尽量能在7月底更新如果不行的话就8月好没事反正阿凡这个月已经更新了两条了那么肯定下一条呢 然后第三条呢一定是在8月的好吗啊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欢迎给我按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看 有视频呢会同步在微博微博YouTube上呢同步更新的我是史丹利他是阿凡好经常脱根的阿凡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